上比基尼到海邊曬太陽 曬出古銅色小麥機 但沒想到的是有研究指出 曬太陽居然可以輕鬆減肥 研究發現曬太陽能減肥 早上8點到11點 至少曬20分鐘太陽 避開正中午 還要曬對地方 前胸 臉 膝蓋 皮表大面積曝曬 能幫助身體代謝 前提是不能塗防曬 我都沒有在防曬 我是自然的 你看我這個紅紅的 但是我還是會擺回來 曬太陽應該沒辦法減肥 然後還是要運動 曬太陽能讓人體自然產生維生素D 幫助脂肪代謝 太陽中的紫外線 促進人體的新陳代謝 消除白色脂肪 曬太陽的話 也會增加我們的維他命D的產生 一天大概曬個30分鐘 其實就已經是足夠的了 除了曬太陽 是不是易受體質 居然從大拇指也看得出來 就有傳言說 伸出大拇指是一條線 就是天生易胖 如果有內彎曲的線條 就是易受體質 易胖 對 這個在控制 直線就是易胖體 對啊 都胖在下半身比較多 不太的狀態的話 也可能軟主姿勢比較多 身材胖跟瘦 光看大拇指恐怕不行 醫師提醒 少吃多運動 另外每天曬20分鐘 太陽 輕鬆瘦 也不是不可能 記者 宋美辰 林智慧 高雄報導